法国学者中国若对台湾动物 会引发政权垮台 本周49日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尼亚林所著新书《台湾面对中国》 Towon First à La Trim正式出版 她在书中质疑有关台海 即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并且指出 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 可能会引发中共政权的垮台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FRS 高级研究员尼亚林 Valerie Nikrit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她想写这本有关台湾的书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因为很多人对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 为什么不是一个国家提出很多问题 这不止在法国 也不只有记者和学生中 几乎都很难理解台湾的真实情况 此外北京当局不断地以台湾 视中国的一部分为由 宣誓要统一台湾 她写这本书 是要更好地解释台湾的情况 并且呈现台湾有自己的认同 也拥有非常重要且特殊的政治认同 她认为台湾从来都不属于中国 台湾从没有被中国控制过 因此不能说要再统一 书中描述了台湾的历史 社会和政治特点 以及地缘政治利害关系 以至于今天只有5%的居民 感到自己是中国人 虽然台湾不被联合国正式承认 却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觊觎的对象 尼亚林表示 她想要指出台湾是如何对中国构成挑战 她说首先这是一个政治挑战 因为中国的论述解释民主是西方价值 不适用于中国文化 台湾的民主则相反的证实了民主是可以在中国文化的世界里开花结果的 而且台湾的民主是一个极其先进的民主 可能比其他亚洲民主国家更为先进 我想有关社会方面的问题 台湾也处于前锋的位置 台湾对于中国而言也是一个战略性的挑战 因为很明显 台湾存在的事实 阻止了中国向南中国海 向太平洋扩张 并反对美国的野心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要夺取台湾的原因 她认为中国政变的更加激进和封闭 而台湾在世界其他地方看来越来越合法 台海局势紧张 操弄和挑衅日益增多 尼亚林在书中演绎了 目前两岸关系可能的方案 她说一是中国要统一的方案 以类似香港的一国两制原则 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在香港发生的事 所以这个剧本是不可行的 中国绝对不可能信守承诺 香港就是一个反例的示范 她认为另一个方案是军队的武力征服 但中国对台湾发动的军事行动 可能会引发中国政权的垮台 尼亚林说许多理由都显示这太困难了 特别是乌克兰战争以来 中国应该意识到 这是一个多么困难的行动 首先要穿过台湾海峡 而中国远就有后勤的问题 俄罗斯的潜力让中国更看到 这是主要的元素 所以我认为乌克兰的战争 明显让中国意识到军事征服上 所有自己军队的弱点 某种程度上 我们也看到台湾人民 受到乌克兰抵抗的鼓励 最后对自己说即使发生中国军事入侵 也是有可能抵御的 所以目前我不认为短期内中国会执行武力进攻台湾的方案 因为北京也会评估 这是一种危险的冒进 还有可能威胁到政权的延续 尼亚林认为 台湾与乌克兰有两个共同点 一是实现民主化并转向西方 对专制政权形成挑战 二是涉及到对民主国家的支持 乌克兰战争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 像台湾一样的经济体的民主 会受到威胁 有遭遇袭击的风险 以及来自中国日益增加的压力 尼亚林在书中提出 对两岸关系的结论是 最好的解决方案 不是中国征服台湾或统一台湾 而是效仿台湾的民主模式 当然从上层开始 但渐进式地发展开来 用选票选出中国领导人的同时 这个领导人决定遵循台湾模式 民主化对中国政权而言将是唯一的 可行的从长远来看 也是可能的且更和谐的解决方案 中国与吉祥军事征服统一台湾 似乎更应该以台湾模式来取胜 尼亚林自认这个结论可能过于乐观 但在他看来却是唯一长期的可行方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编辑和平